红色的消防车在黄色泥水中缓缓前进 车顶上方满满都是要到大连机场的旅客 你们这几点到哪的好吗 我们是大连到西安的 要去先干嘛 先 我们是来带孩子旅游的 来玩的 没想到一个多大学 大连地区降下大雨 机场外围道路烟成一片汪洋 眼看上千名旅客就要赶不上飞机了 机场紧急求助消防队 出动消防车充当接驳巴士 接送受困旅客 总共开了20多趟才解决交通问题 而受到恶劣天气影响的 还有这般从大连到深圳的航班 已经登机四个小时 却迟迟无法起飞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机组人员甚至没有打开冷气 造成一名47岁的女乘客 当场中暑晕倒 有机上乘客表示 女子被救醒后 甚至被要求要签免责同意书 否则班机不会起飞 你把我们绑架了 不要 我们以为要走的吗 你让我们的 我不会被他懒 那就是你们是你们成务公司的问题 那就是没关系 你不要说他不先免责出资料 你耽误我们信念 你不要太不信你不让我 你不要回到他身上去 夸张要求让机上乘客气愤不已 对此深圳航空事后回应 当天是由于机上的制冷功能有限 才会造成舱内温度较高 机组人员要求中暑女子签署的 也不是免责协议 而是风险告知确认书 但是航班延误 是受天气因素影响 确定不会赔偿 记着综合不倒